有没有问 王贵 我们向周光老师 再详细介绍一下您做马朵的工程 好 这个马朵 我除了音乐之外 现在目前还做一些 主要是做了一些油画的东西 那我油画也画了将近二十多年 那现在比较完整的去完成它 除了油画之外 那我还做了一些陶瓷的创意 那这次这个整个是一个陶瓷马 那这个马呢 我给它取的名字叫盛世幸运马 因为今年是马年 二十一年是马年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巧合吧 而且我也希望能够说 这个马朵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幸运 和带来一种好运 那这个马朵是在景泽镇整个的 我在景泽镇和那些老的艺人一起来 那我来整个来出整个的创意 和整个的这个制作 这个马的不同呢 就是刚才那个肖老师说的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就是没有这个下面的底板 因为从千年的这个陶瓷艺术来说 底板是主要的去找到这个陶瓷马的平衡 因为它在一起的这个 这个烧制过程当中有一个收缩率 所以要找到这个平衡的时候 它一定要有个底板来进行一个 找到这样的平衡 所以这次我把这个千年的底板给去掉 视角直接找底 平衡的找底 这次我在那个帝国大厦 一共带过来了六匹 六匹这样的马 那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在这个马的这个身上面 所有的图案全部是手绘 那我每一个马的设计的图案 只有一个 一个马一个 所以现在目前我们烧了一年呢 基本上是已经有 现在有八十多匹左右 那这次只带过来六匹 那因为很难是在哪里来 就是说因为这个技术上面的 这个整个的工序很难 它需要经过 手绘五次的烧 就是不断的 因为它那个手绘是 因为这个马 它是一个立体的 你必须要画一面 烧一面 画一面烧一面 所以一共是通过五次的高温 然后形成的 所以这次带来了这六个马 也是我应该说是最好的六个马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的所有的景德镇 真正的非常非常精彩的 和非常精湛的这样的一些手工艺 我也希望这个马 也是第一次在一个载体当中 把所有景德镇的所有的工艺 全部来进行一个展示 也希望它既是一个现代的载体 又是一个民族的一个传统的载体 希望现代和民族 中国的这样的民族文化 能够有一个碰撞 是这样的 欢迎其他的记者继续提问题 还有我们的观众都可以提问题 我问一下东方老师 这个展览是领馆 跟你和文化部合作推出的吗 还是你个人 是 不是 这个每一年的在帝国大厦的 它叫亮灯仪式 叫中国之窗 这个完全是政府的 是中国文化部的对外宣传师 对纽约领事馆的这样的一个外交 就是中国的对外宣传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宣传活动 那我也是应这个 这个纽约 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 直接的邀请过来的 所以明天有可能有领事 总领事 也是大事前的 孙大使 也可能是纽约市长也出席 对 有可能明天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外宣活动 所以能够 我觉得非常荣幸的 能够代表国家来参加 这样的一个艺术的 这样的一个呈现 这一次 郭峰老师代表 我们的国家 创造出了这样一个 千古没有解决的陶瓷难题 我们中国为什么叫China China的这个大写 我们叫中国 小写呢 这个China就是瓷器的意思 它是一个国家的代表 所以说我希望 我们明天的记者 平时是派一个 明天让你们一定要每个单位派五个记者 但是这个独行证能不能过去 我就不知道 但是到时候你们过不去找我 我跟市长关系比较好 那个谁 Charles也关系比较好 尤其是我们跟大使也关系比较好 实在不行的话 这郭峰老师的那个马呀 叫那个谁 赵乃伊老师给他变一变 能把你们变到那个马里面带进去 真的是 这事不是我骗你们 这个事真是这样的 咱们只要是有梦想就一定能实现 记者的朋友保证明天都能去吧 你能不能去 可以可以可以 大声点 有点害羞吧 明天就一定去 那么咱们给观众来提一提 谢谢您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想问一下郭峰老师 就是因为您是刚开始是以歌手出道 就是现在是在从事一个 现在一个陶瓷艺术 那么其实就是音乐和美术 就是现在是这样一个共和体 那么就想问一下 就是您把这两个理念去混合的一个灵感是什么 就是您对一个艺术的理解 就是艺术和文化的一个理解 我是非常想听一下您的一些想法 其实是音乐和绘画 其实是它是相通的 我们一直都在说音画音画 只是说我原来过去是 在写音乐的时候 其实是里面是有画面 只是现在我把那个画面呈现出在 当然在这个呈现当中 当然也是在强调自己的一些主张 比如说色块 色彩 这个是我的主张 我在前年的时候 我在中华世界团做了一个展览 叫能听的话 能看的音乐 其实就是在做这样的音乐和绘画的 这样的一个交替 其实是音乐是完全可以看的 画也是可以听的 只是看你用什么样的媒介 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替 也包括陶瓷 也包括其他的艺术 我现在是希望能够说 把我的音乐和这些艺术 能够做一个交融 包括陶瓷的马 那我也给它做这样的马的音乐 我觉得艺术是不分家的 其实特别是音乐和绘画画面 一个是有形的 一个是无形的 其实这两种艺术在一起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结合 只是说 有可能过去是 这两个艺术都是分别的人来表现 那有可能这一次 是我自己一个人来表现 这个整个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融合吧 那我也希望能够音色型 音乐色彩 形状 也包括雕塑 也包括今后的我的装置 那能够整个的融合在一起 是我的一个全面的 一种艺术 一种展示 波红老师给咱们精彩的表述 咱们这位中学生是深圳一百多个联合会的中学生的代表 不远万里飞到这里来 专门来参加咱们的哥伦比亚之夜春晚 让我们为这个小女同学表示欢迎 也向你回去转达 深圳所有的中学生 我们哥伦比亚大学之夜 我们的侨团 我们的大学生 我们的表演者 向他们学生问候 希望他们作为后继之人 到了美国来 为我们的祖国 为我们的艺术 为我们的传统文化 为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天才发扬 光大 好不好 所有纽约的华人朋友们 大家好 非常的开心 能够在新春来临之际 向大家首先拜一个早年 祝所有的华人的朋友们 永远幸福 永远快乐 让世界充满感 讲的真好 谢谢您 谢谢您